歡迎各位院友收看我善禮的愛情院長李鑽 今天的主題就是 如果對方是真愛 無論你愛表是怎樣 都會是喜歡你的 今次這個主題我想集中討論 未一起的曖昧階段 因為一起了之後 是另一回事 我相信這個主題說的類似說話 在很多愛情預錄上都見過 可能甚至是很深信不疑 甚至可能覺得 李鑽你經常說什麼大幅度轉變 如果他真的喜歡我 用鬼做那麼多事嗎 在那裡謠言或眾 但是結果是不會騙人的 當你沒有做這些轉變的時候 我們看看你的曖昧對象 會不會想跟你一起 甚至乎你看看 你會不會一直都沒辦法去脫單 今次我想討論兩件事 第一 愛在美是否真的不可以無事 第二 如果是不可以無事的話 有愛在美是否代表無敵 說下去之前 你昨天欠我的過夜數還沒找 什麼 那個豬腦不肯付錢 我幫你偷偷他 信啊 說到尾 他始終都是一個 多一無二 風度偏偏的豬腦 好了 現在你只要按個讚 我當無數了 快點去按吧 OK了嗎 好了 回來主題了 愛在美這件事 是不是不可以無事的呢 首先你要看看 你跟對方之間的距離 其實有多近 或者有多遠 在這個圖表上 你會很清楚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你接觸一個人 通常都是這幾個圈子範圍 最內圍的生活圈 例如是 學校 工作地方等等 再出一些 外圍生活圈 例如 出席一些朋友的聚會 活動等等 再外圍一點的一圈 例如是 交易apps 在這裡你會看到 當你越向外發展的時候 你需要的愛在美程度 就要越高了 這個其實跟是否真愛 是沒有關係的 而是當你們的相處 距離現實的社交 越遠 對方越不熟悉你 你唯一可以吸引到對方的注意 和好感 只剩下愛在 所以 假如你連第一步的吸引對方 都做不到的話 怎麼會有下一步呢 怎麼會有真愛不真愛呢 正如一個漏斗 上面那一層 沒有東西下來的話 自然下面不會有東西出到一樣 看到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 那我只要在生活圈裡認識的話 這樣我就不需要理這些 這位施主呢 哎呀 老闆 你真是 我不是說 最外圍的生活圈是不用理的 但相對於 在外圍來說 是你少一點而已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如果對方外在美的標準是這樣的 而你擁有的程度是這樣的 那你之後的推進 是不是容易很多 是不是沒有那麼吃力不討好 當然啦 人漂亮不漂亮 臭不臭 有些東西真是天生的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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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打扮不是天生的 肥瘦不是天生的 整不整潔不是天生的 妝容是怎樣 不是天生的 你未必需要 或者有能力去到最頂尖的外觀 但透過努力 其實你可以去到中間 或者中間偏上的水平 絕對不成問題的 好啦 接下來的另外一個話題就是 那是不是代表著 如果有外在美的話 就是等於無敵呢 老實說 外在美只是一個優先的入場卷 你在接近對方 和對方聊天互動的時候 容易一點 但是發展一段曖昧關係 去到交往關係 你應該很明白一件事 其實你也需要一些 互動上的技巧 最多時候 我們的團隊會看到的 就是一開始大家聊得 好地地的 會出來見面的 甚至乎他會和你有 或多或少的肢體接觸 但是之後這些東西 沒有了 然後你的腦裡 出現十萬次 鄭家穎式的大叫 好多人覺得是主不主動的問題 唉 因為我太主動了 所以對方慢慢不想給我 不可以完全說你錯 但是 對不完 什麼意思呢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主動是戀愛上的犯錯 其實之前對方也挺主動 甚至乎主動過你 沒有人一開始是M底 是因為 其實他的主動 或者他回饋得多 所以才令到你慢慢沉船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有這麼多美女 會在渣男手中呢 難道這些美女一開始 很主動嗎 用回我經常說的術語 真正的重點是 怎樣引導對方 幻想更多彼此的將來 當你懂得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 你是否主動 根本不是重點 只是很多人 也都包括著你 一方面很主動 一方面 是自己引導自己 幻想更多彼此的將來 所以才沉船 還要是鐵達尼式的下沉 其實技巧方面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如果你是想學好怎麼做的話 現在有個免費的教學 令到對方忍不住 對你主動的秘密想送給你 裡面除了教你一些 好技巧性的東西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預約一次 60分鐘免費的 挽回曖昧對象的評估 但是我們的名額有限 如果你看到裡面的預約是失效的話 不好意思 代表真是爆滿了 所以如果你想報名的話 請盡快 如果你想領取這些教學資源 以及預約的話 可以參考下面description上面的連結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內容的話 現在立刻在下面給我按讚給我知道 另外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現在立刻訂閱 還有今天旁邊的小鈴 因為最新的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 bye